端午連假要去哪裡玩呢 不妨來一趟桃園大池水體環教園 正式啟用了 他們設施包括了瞭望臺 永泉之秋 一起來看 從上空看過去 城是一片綠色湖泊 簡直就是市區裡的綠洲 運用三座橋墩連接中央陸地 家庭來到這裡踩著青蛙船遊湖 好不愜意 走在橋上看著湖中美景 聽聽蟲鳴鳥叫聲 這裡簡直就是端午連假 一家大嫂所嫌的最佳去處 這裡就是桃園市龍潭區 剛剛啟用的大池水體環教園區 而這項工程 可是台灣和日本合作之下的結果 這個大池水體環教園區 耗時兩年完成 由台日團隊跨國合作 每天的進水量仍然是亞洲最大 還設置包括 料望台 永泉之秋 景觀步道 共榮式遊戲場 及生態與娛樂 我們也得到了國家卓越建設獎 工程會的金品獎 金紙獎 三大獎同時得到 代表這是一個高品質的 公共工程的代表作 大池水體環教園區趕在端午前 完工中文餐也表示 未來希望提供讓團體一同前來遊玩 廉價漲值與民眾又多了一個 休閒的好聚處 記者向文宴 綜合播到